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我们再谈一下现在的热点 现在的热点啊 是这个猪肉价格又涨起来了 因为我们前面也评论了这些三农专家 对猪肉对中国呢 人均每天二两肉有一些浪费的看法 这个猪肉涨起来了以后 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尤其是对中国的CPI什么的压力很大 我们的CPI里头肉蛋勤奶猪肉的贡献呢 是大头 而这个猪肉长起来了以后啊 这有关厂商会怎么做 对吧 有关生产我们也看了 这个温氏股份呢 他开始说了 他这个猪啊 他已经不卖给别人育肥猪了 好像呢 那个猪就要养着出来 好像能给大家提供呢 更多的猪肉 但你仔细想想 他不卖给别人育肥猪了 他那个半大的猪 他就真的出栏了吗 他出栏不亏了吗 他卖给别人育肥的是什么个经营方式呢 因为我一直说了 对于这个养猪啊 都是什么 抓两头 上边抓种源 下边不抓收购和加工 抓供销 中间养的呢 成本其实最不赚钱 你要真要是说呢 去买子猪 大家都会知道的 买子猪 买育肥猪 人家呢 赚的是大头 你最后呢 你育肥一下 这个呢 赚的是小头 现在呢 实际上这个有关厂商那么说的时候 背后是代表什么 就是说那个养猪场 这么样子去干的话 那就是他的价格涨的 他育肥也赚钱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但是他呢 说的挺高大上的 现在呢 这个猪肉的景区啊 总是说呢 有这个猪周期 这猪周期本身 实际上呢 如果大家要是对这个市场了解的话 你在股市上 炒一炒就会明白 这个庄家洗盘是怎么洗的 那就是上蹿下跳 上蹿下跳了以后啊 这个小农户就都要破产 也就是说这个猪肉的价格 我们可以说是有猪周期 但是猪周期呢 他这个波动好像越来越大 而不是越来越小 你作为一个理智的投资者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是个大厂商 他会对这个周期率看得很清楚啊 那你按照反周期而来 那么呢 有点相当于股市说了 那叫善装对吧 叫做市商对吧 他可以呢 对这个周期呢 可以让他做的少一点 他那个养猪呢 这样这个周期 他可以预测的比较准 他的大的厂商 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而现在呢 他有意的加大这种周期 加大的周期是什么 就是小散户受不了 你在股市里上蹿下跳 怎么去洗的 实际上呢 在自然的这个市场交易里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你不像说股市的 那个信息相对的透明点 大家能看得挺清楚的 这个价格怎么跳啊 怎么弄啊 怎么样的数据啊 你在这个实际的商场里呢 相对来说呢 透明的少一点 但是呢 原理都不一样 只要你啊 炒过股 就知道这个市场的 这个交易的规则是怎么玩的 也就是说呢 有关的厂商通过这样的规则 他可以呢 把那些其他的散户啊 给这些给挤出市场 你看原来的话呢 他们把散户挤出来了 价格做起来了 然后呢 受到了舆论的压力 国家呢 又放开了散户进场 所以你放开了散户进场呢 那我就要再洗你一轮 就是这简单的道理嘛 就是说呢 你这一次的话呢 可能又涨高了 下一次呢 又跌很了 其实在前面一段呢 放这些散养户进场以后 你会发现那个猪肉价格一下呢 就跌得很低很低了 然后跌的呢 很多人都配本 然后呢 接着 现在价格又涨高了 这个垫低长高都赔本 但是可以跟大家讲 这个养猪场大资本 它可以不赔本 它不赔本 然后奥妙在哪呢 它就在于 我卖的是种猪子猪 种猪子猪里头 其实呢 我可以赚出最大的利润 就是包括呢 你看这个育肥 我干不干 这里头呢 就是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风险 调节器 他这样干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利润呢 扩大化 把他的损失呢 减少 其实一般的养猪户啊 现在呢 你可以注意到 就算农村呢 大家开始养猪了 是个什么概念呢 你呀 也是很难自己养公猪 养母猪 再交配 生子猪 现在我们很多的土猪的品种 已经不行了 对吧 你那个 你自己繁殖是不行 基本上呢 买了人家的猪子回来养 也就是说 在猪周期高的时候呢 某些时候 他就卖猪子 你家那个散户的话 高价买了猪子以后呢 等养成猪的时候 变成狗 他的这个周期的控制能力啊 是非常强的 因为呢 他抓住了总员 也抓住了收购 就是说 你到时候呢 你想卖猪的时候 那也是我说了算 你卖猪的时候呢 这个猪啊 只是在某一段时间 增重最快 你那个饲料和肉的鼻呢 最合适 你再过了这个时间 就不合适了 是这样的 你要亏本的 但是那时候呢 我可能未必收你 对吧 这个什么时候出栏呢 出栏的速度啊 这里头也大有的学问 所以把这个都看清楚 就会明白什么 这个养猪啊 这种博弈还是很激烈的 里头的商务的博弈 尤其是呢 中国形成了大资本以后 你像那几个养猪的龙头 已经占到了市场的百分之几了 然后现在呢 反正也有说了 国家也在查他们的价格串通 但是这个是啊 有些时候的一致行动呢 也不那么容易搞证据 因为有些人也在讲一罪从无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猪周期呢 你只要看着它越蹦越激烈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资本在干什么 实际上呢 这个猪周期的也是他们洗盘 洗散户的一个周期 所以这个资本呢 在这个市场里头啊 它就是个逐利的和血腥的 把这些呢 大家都要看看清楚就知道啊 有很多时候呢 那个代表养猪的董事 有的时候说点什么话 这话呢 有什么样的意思 多长个心眼 多理解理解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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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